你们看到这个老鼠吗? 它想吃这个东西是吗? 你知道很难很难的事 但是它带着一个铁帽永不放弃 所以我们像这个老鼠一样 永不放弃 扎根在神的恩典里面 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是单单是我们的生命 不是单单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更加永不放弃的是什么呢? 传福音 我们很少传福音 因为我很少看到新人 所以我们真的少知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都会说我老了 但是我相信每个早上都会喝酒 你去巴塞 你有邻居 你有亲戚 你有没有放弃过 你为他们传福音 最主要是为他们祈祷 你们有没有? 你们自己審查一下自己 这个不是我的事 是你和上帝的事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 是要永不放弃的 好 这个女孩 不是男孩女孩 这个叫佛罗伦斯 她是什么呢? 她是一个游泳的 她是游长途的 你知道吗? 所以她是很出名的 但是可能比我更大 她是1952年的很长游泳的健壮丝 但有一天她游泳的时候 你知道她的舞吗? 她看到很多舞 很多舞 很多舞 你能不能游前面? 因为你根本对那个地方不熟 所以你游的时候 看不到她前面 所以她看不到她做什么? 放弃了 放弃了之后 她觉得 哎呀 我只有1.6公里而已 做得游了 所以就觉得很可惜 第二次 她再去加州的海岸 再一次的比赛 你知道吗? 所以她在比赛之后 她现在不理了 照样的游游游游游 游了之后 她成为第一名 所以她的生命里 她不会放弃所有的一切 所以这里说到什么呢? 她说到 在希伯来书里说到什么? 全心引来 奔阿把握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造成终的耶稣 所以你有没有将你的信心 摆在我们的耶稣的前面呢? 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想相信主耶稣的话 我们的信靠 是不是摆在主耶稣的前面? 当我们摆在耶稣的前面 我们得依靠祂 那我们就不会放弃我们生命了 那同时是什么呢? 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药白 在这里有什么呢? 很多麻烦 子女也没有了 羊也没有了 最后又生病了 这个不是猫猫箱吗? 这个 在这里中文也说了什么? 他有了疾病 即是他仍然怎么说呢? 为愿我得着所求的 愿上帝赐我所期望的 就是愿上帝把我压碎 伸手将我剪除 而仍然他见证说 我因没有遗弃那圣者的言语 就应以此为安慰 就不知悉的痛苦 还可脱弱 所以在痛苦之中 我们是否懂得高兴呢? 在痛苦之中 我们是否懂得赞美主呢? 所以在生命中 我们没有一帆封信 不代表你信耶稣 你就是一帆封信 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上帝 我们得依靠 祂得永远的你陪伴着我们 在我们失落的时候 去听我们的祷告 甚至他会医治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这位耶稣 是各位有真有活的神 那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继续寻求祂 不要放弃 当我们不要放弃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要做什么呢? 有一个目标 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 看孙子 好像有孙子 长大了 搞定了 这是你的目标 大家想一想 这是你的目标 但是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的目标 不只是吃饭 睡觉 去街 什么 什么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目标是更加的大 是什么呢? 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关心 希伯拉斯 怎么说的 我们应该比此关心 激发爱心 面临行善 所以这个是 最大的什么是什么? 我们的路法就是爱 是吗? 所以我们比此相爱 但是我们更加爱心 爱心是什么呢? 是献给你的爱心 给未信耶稣的人 他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爱 所以这个爱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爱不是发自于内心的 这个是虚假的爱 也就是跟耶稣而来的爱 耶稣而来的爱 也就是出于真心的 在保罗 前书 保罗 对不起 保罗在哥伦多后书 说到什么呢? 我们在一切还能中 他就是基督了 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住租国用还能的人 我们激意多受基督的付所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靠着基督得到安慰 但是我们更加要把这个安慰 安慰的是什么? 各种还能的人 无论他是基督徒 或者不是基督徒 我们要把神的爱 来安慰他们 让他们知道 这位神是他那位安慰的神 当他们无助的时候 我们也要献出这个关心 献出这个爱心 来效法基督 当我们有这个爱心 来关心之后 这个不是你的目标 是一个目标 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分享 我为了福音的缘故 作者的事 目的是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所以大家要考虑 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分享基督的好处 所以大家要考虑 我们下星期有报道会 所以希望大家 跟着这个华语 传说福音 有很多机会 你没有机会 你祈祷 神就会给你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 更加的来 把这个福音 传说给更多的人 所以刚才我大约都说了 我们在神那里 要不放弃 继续的来 献出这个关心和爱心 所以这个我现在时候 我放了一个见证片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位姊妹和弟兄 他的关心和爱心 甚至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很大的困难 甚至在他的生命里面 离开了家人 但是他仍然有这个爱心 和关心 和神的爱 和同样的 用他每天的生命 来分享基督的爱 所以大家一起来看看 好 fazi 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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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都得到眼睛 应该死掉了 我比今天还留在这里 看着我儿子还这些病 如果说人生如气 这样发生在陈玉碧一家的故事 可以说比气更曲折 一切可以由儿子Joseph 自小对这个家的不满说起 爸爸比较喜欢喝酒 每次走后都脾气很暴躁 经常跟我妈妈吵架 我有时都不听话 经常会偷家人的钱 也引起爸爸经常打我 三更半夜就拿铛跳饭 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 有一次我跟他回教会 说到主耶稣能够帮我胜罪我 自己过往因为偷钱的缘故 到时候都被家人打 但自己又胜不过这种誘惑 所以很想透过认识耶稣 希望这位神能够帮我 那我就决定相信耶稣 但是爸爸妈妈都反对我犯罪 妈妈甚至跟我说 你要不选读书 要不选回教会 我的圣经经常被我家人撕破了 Joseph唯有无奈信从父母 直至成功考入大学 他才在踏足教会 意想不到的是 妈妈逼姐竟然对这个 他曾经大力反对的信仰 产生兴趣 教会里面有什么 恨亲的晚会 或者父亲节的活动 我都尽量去邀请我的家人去 妈妈就经常跟我去 她去到也是很开心 但也没有表示什么 不用生活 我就觉得赚钱是很重要的 甚至星期六星期 我都是在家办 就是赚多些钱 我说你信就可以了 妈妈没有这样的时间 你不要经常跟我说 耶稣 我周时洗澡 都会自己到处摸摸摸摸 我就觉得 在乳房摸到一块东西 检查了出来 我真的都是眼症的时候 我就觉得晴天霹雳 天真的没有眼 为什么你会选中我 不如入手术室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 那一刻我很伤心 因为我自己这么辛苦 要带两个子女 如果我回不上来 我怎么办 心里很想 儿子说 妈妈你想住 我过一刻 我很渴望 这次切割手术 最终顺利完成 碧姐开始为期 半年的药物治疗 不过多一年后 她逐渐空腹 谁知只有23岁的Joseph 身体又出现异常的情况 每一天都有一声咳 那声咳 跟平常很不同 我去看过两次私家医生 医生都说 只不过是肢气管发炎 直到过了几个月 都看不好了 医生说 你这种情况 不如我建议你 照样X光片 发现我的肩膀上面 有一颗淋巴扭 就长大了 就证实我是这个急性 落成肿瘤 不断地长大 你见不到我的颗 我的面 接着就直到胸口 医生很窗明 不一定没有医 相反 我担心的是我的家人 为什么我儿子都是眼睛 我真的没有办法自信 我怜我子死 我都不想儿子有事 刚刚大学毕业 二十多岁是太好前程 我就对着天哪 我说天哪 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 我一家人呢 骨肉相连 爱子情深 碧姐很难接受 儿子身体 发现癌细胞的事实 不过想不到 比起她 丈夫的身体 出现更大更激烈的反应 我老公也是受不了 因为她很疼儿子 我就说 儿子又只有这样的病 平时因为她很 她不会睡得很丟 那天 那晚我觉得奇怪 她为什么没有声音 又不会起床 我自己也是睡不着 那一晚 我起床看看她 叫她 她已经昏迷 不清醒 我爬醒我女儿 我说你爸爸有问题 那我们就叫把车 医生帮她急救了 我记得到了五点几 告诉我 她爸爸过了十 我觉得 那一刻 我整个爸爸的手 我整个人在医院里 已经瘋了几个小时了 都没有人跟着我 亲戚朋友都跟着我 都没有办法跟着我 我在这儿大闹大吵 丈夫因急性心脏病突然死亡 碧姐伤痛欲绝之余 还要担心在同一间医院 准备第二早 一早进行第一次化疗的儿子 我自己很痛苦 但是我在想 我又不可以让儿子知道 因为我知道今天儿子过来 是第一次打化疗 他也是一个很严重 医生都说他很严重 我又要扮到药物歧视 这样去见我的儿子 那我坐在他床前 那我儿子就跟我说 妈妈 你想做耶稣 我今天患的病 跟你一样是癌症病 我不知道自己活多久 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 可以带你上做耶稣 妈妈真的很潮水 我最想的就是我妈妈信主 因为我知道唯有主耶稣 才能带给他满足和快乐 其实我听了这句话 我很伤心 我知道儿子跟我套过很久 我就答应他 好儿子 我会跟你上天堂 我就这样信了主耶稣 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候 他才透过教会 给一个弟兄 开口亲口跟我说 就是我爸爸过身的事 那一刻 其实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震撼 我心里面浮现了一句声音 最主要是Jesu的祈祷 他说 扶下时的 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心灵上 Joseph总算平伏了丧腐的伤痛 不过 随之而来的六次化疗 和超过四十次电疗 就令他在肉体上吃尽斧头 记得第一次打化疗的时候 我需要服用高质量的类护唇 身体一下子 不能够承受得起那种的副作用 在我背部那里出了七粒 好像钉那么大粒的疗 一转背一动的时候 就好像被针刺 转反侧睡不到 打完化疗 硬病复发 原本由胸口的肿瘤 扩散到我左边的肩膀 我的肿瘤就压住肩膀的神经线 当时是连 举手 很轻微 轻微举起的动作 我都是做不到 那经常在夜晚的时候 因为痛的缘故 好像没有人明白我 没有人能够帮我 那就在那一刻 我跟主耶稣说 主啊你帮我 很辛苦 那就在那一刻 心里面突然有一句说话回应我 他说 孩子 我知道 我流了很多眼泪 就是这样 我就再次睡着 睡到第二天的天空 他说 在Joseph留院期間 逼姐風雨不改每天都來探望她 兩母子不僅成為抗癌路上的戰友 還是信仰上的同路人 很高興 兒子鼓勵我 每天都看聖經 我都會一起看 很強調 媽媽你看看若白妓 若白真是賺我不知多少倍 因為她有很多家產 全部都沒有了 一天之間 連連子女都沒有了 而且自己有三倉 她老婆都經常罵她 你不要跟隨這位神 大約百多都很真心 一定要跟隨這位神 我覺得很感動我自己 不好意思 只顧著賺錢 沒什麼時間陪自己的子女 那一刻我覺得透過神 令到我每天跟兒子之間 我覺得很溫馨 拿很多湯水 或者我想吃的東西 很多時候很早來到 陪伴我很晚才回家 她都會把教會發生的事 就告訴我 大家多了很多話題 多了很多溝通的機會 多了時間一起走在一起 比起以前未順主 她經常上班 扔下我們在家 完全是判若良人 經過半年的療程 Joseph體內的癌細胞 總算徹底清除 不過在2002年 碧姐的癌病復發 但相比起之前 這次她的反應完全不同 微信女都會很怕死 但有一個勇氣 就是我心裡很平安 但我覺得我知道將來會去哪裏 我覺得沒事 我把心裡交給主 主會安排得最好 雖然我是耀打電療 發療 都帶給我很多的痛苦 但寶貴我身邊有很多 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 個個都會想你和我祷告 我個人很喜歡美的 我說你和我祷告多點 我要病得比任何病人都開心 就是都美的 我是包著頭 但有些人會說 有些人不知道 就說碧姐你很漂亮 我包著頭 你還漂亮我的眉聲 我很有型 我都跟神說 如果你這次真的要接我 回家 我自己立定的心意 我會為你全福音 六個月後 碧姐完成連串的花療和電療 順利康復出院 她還開始參加教會的福音隊 四出去探訪病友 原來我帶別人病人上去 尤其是硬體病人 他們會很聽我的話 多遠我都沒有拒絕 有一個弟兄出現 就上到他家 幫他剪頭髮 買些生蠔一起吃 吃完又煮些涼水給他 他很學會回教會 就我們有那個弟兄 每個星期 都載他回教會 他是很開心的 我每一個帶他來上去 我都會開心到調味上 有很多弟兄 都麻辱自己 為何會這麼開心 我就跟他說 我說 原來我帶人來上去 是拯救你的靈魂 年紀前只會為生活 在維持牢牢奔波 但他今天能夠關心到 其他有病患的人的需要 2007年 Joseph成家立室 一年後更單閒淚淚 逼謝這位媽媽 最開心見到三代童堂 不過也在2007年 他的癌症再度復發 還很快擴散全身 我已經去到全身的骨 臘骨、脊骨、胸骨、胸骨、腿骨 甚至肺臟都有 我自己心裏面是很平衡 比第二次更加平衡 我覺得就算有什麼事 我都依然地信服這位神 祷告將自己交給他 我的病是不會有康復的機會 但是我今天有好的精神 體力神賜給我 我還可以去做福音的工作 我依然去探訪 第二次就說 碧姐我要幫你做一個 十年的錦音會 她幫我擺到好像實惠的 走在教會那裡擺 很精品的禮物 一直不斷地 如緣不全地送給我 神的愛 真的充滿我這一生 信耶穌不是要我們 無風無浪 而是要我們人生 懂得如何面對 種種的困難 神的主要是社會的 去留給我們平安 喜樂 是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Joseph和碧姐患病的遭遇 令我們深深體會到 什麼是人生無償 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 可以摧毀我們計劃周長的人生 無論你怎樣努力都好 似乎都得不到一個保障 聖經說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 隨時的幫助 Joseph和碧姐兩母子 就選了耶穌 做他們生命的保障 當Joseph最初知道自己患上癌症的時候 的確非常失落 但是他沒有離棄到 至少就認識的信仰 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 他竟然完全康復 雖然到了今天 碧姐依然是末期癌症的病人 但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病人 他都很願意帶著笑容 四出酒房關心病友 你和我都可以計劃未來 但你和我都沒有辦法掌握命運 如果你很想像Joseph和碧姐兩母子一樣 有耶穌做你生命的保障 我邀請你 嘗試現在安靜下來 跟我這樣和耶穌聊幾句 親愛的耶穌 我承認我為我自己的未來 我很擔心 我有很多的憂慮 我擔心自己的健康 擔心自己的前途 我現在願意打開我的心門 我邀請耶穌 你進入我內心裡面 我信得過 你可以保障 可以保護我 求你帶領我 行一條平安的路 賜給我心裡面有平安 知道有你同在 就有平安 多謝你愛我 主耶穌 病患 拿不走兩母子的平安喜樂 這份福氣你都隨手可得 如果你在生活上 信仰上有任何的疑慮 想找人傾訴和解答 我也歡迎你 立即打來CBN熱線 號碼是3188-303 我們很樂意聆聽 和幫助你 如果剛才你有真心 和耶穌聊天 耶穌已經住在你心裡 希望你打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這麼好的消息 我們會為你送上 《星火悲騰》第四輯 醫治系列的VCD 希望你在一集三個故事當中 學會如何在病患之中交託 讓耶穌成為你的幫助 照你願意呼求 耶穌是一位聽討告的神 你可以將你的討告需要 跟我們分享 我們很想為你一起 同心向耶穌祈禱 你可以打電話 或者用手機短訊 跟我們聯絡 本地的朋友可以打6526-5508 至於中國內地的朋友 號碼是131-438-95508 想跟大家預告一下 CBN的電視節目 將會反轉11月 在11月《星火飛騰》 會在星期四晚上 12點45分播放 要到12月 才會回到星期六的 下午5點半鐘 再新加上深夜1點半的 重播時段 所以下一集 我們將會在 未來的星期四晚上 深夜12點9 和大家見面 到時見 神所致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女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他們說 海星火飛騰 望向天空說 用我一生靠近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 虽然是连迈 虽然有病 甚至有些已经痊愈了 是否我们就像后发 迫祭那样去传福音 去做神的工作 不要说我有病 得到病 不得做什么 但是靠着神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是否这么说 所以我要激励大家 我们新的朋友 我们依靠神 我们不会缺乏的 我们的生命是匆匆足足 所以当我们有病 我们有患难的时候 有什么时候 只需要依靠我们的上帝 他就在我们身边 永远地与我们同在 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也激励你 一个病人都可以 这样去服侍神 我们得行 得走 得站 得饮 得吃 我们的人更加要你去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鼓励大家 立志 来效法基督 来做神的福音 所以我再跟你说 重复这个 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二十三字讲 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作这些事 目的是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好处了 所以我更加鼓励大家 来分享这个好处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祈祷 好吗 所以我们感谢你 我们祈求你 将这个见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得到激励 来做神的福音 神的工作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得依靠 我们得依靠哪个 乃是你这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主 你陪伴了我们的一生 我们要更加的合法基督 更加来做神的工作 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 和使命是什么 主耶稣 我们将每个弟兄姊妹 交代你手 我们亲自给你 将这个福音传讲 祈求你亲自给你祝福我们 我们感谢主耶稣 逢耶稣永远求 阿们 我感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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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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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